為什麼剛剛這個施政報告看上去跟沒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你想公司發展,你要告訴這個部份 你的事業是怎樣可以向前發展 Hello,各位朋友,你們好嗎?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Brandsha Show 這一集我覺得是非常特別和精彩的 因為我今天會用香港剛剛出爐的施政報告 會跟大家說一下,究竟我們在這個施政報告上怎樣學到 怎樣管理我們的生意,怎樣管理我們的公司 好了,施政報告是什麼呢? 或者你不是來自香港,其實沒什麼所謂 在你的城市,你的Leader,每一年都會出來 告訴大家,我們今年在這個城市,或者這個國家,這個地區 在那裡有什麼focus,我們有什麼的遠景,有什麼project 我們一連串會說了很多不同範疇 基建、經濟、教育、體育 我今天就想先用體育這個範疇抽出來 然後我就會把這個範疇放在你的公司或者你的事業那裡 你就會明白我今天所說的什麼 首先就是為什麼體育 就是這個有私心的各位 因為我自己喜歡體育 我當時做了20年的personal training 我什麼運動都喜歡,我是很 drilled into 每一個運動裡面的細緻 那也是,我是有三個運動世界記錄的保持者 所以為什麼我想說運動 運動當然是一個地區的其中只有一個發展的 位置或者department 是不是 這間公司發展是有自己公司as a whole的發展 而每一個department 你做marketing,做sales,admin,graphic design,copy writing 亦都有一個個別發展 跟今次的施政報告一樣 但我集中在說運動在這裏 發展是怎樣的 接下來馬鞍山會興建第二個體育園 點名推動三項的城市運動 這三個運動就是籃球 運動攀石 還有這個畫板 有主題的focus 好了,但是我想了 為什麼香港有這麼多百萬人 但是為什麼體育是世界沒有什麼名氣 除了當然現在有一兩個的朋友走出來 我很興奮,喜歡有一些世界級的運動員 但是我覺得是以我們的資源 以我們的人數是不單止這樣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年都出不了一些世界級 或者世界級 收入的選手呢 這麼簡單 如果大家是香港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而你的地方是不注重運動的 很簡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些家長說 做什麼運動員是不是傻了 讀書好了 做律師、會計師、醫生、技師是最實際的 為什麼剛剛這個施政報告 出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包括運動 為什麼看起來跟沒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很簡單 不是你推動什麼運動 不是你興建什麼場 這個是很次要的事 很根源的事就是 你問家長很清楚 做運動員有沒有將來 做運動員是否一個事業 做運動員可不可以賺到錢 做運動員是否可以去到很高的層次 是否會變成一個icon 做運動員 很明顯的答案是不是的 剛才我看了一個很 sad的新聞 現在在我面前在這裡 甲一籃球 非鷹欠伸風波 下完結賽季 原來在香港這個城市 做運動員是找不到食 做任何事情是有個結果的 為什麼在外國那裡這麼多家長 是陪小朋友去練習 玩運動 除了是學個teamwork 學這個拼搏 學這個體能的時候 因為運動是可以做了一個career 你可以賺很多錢的 是一個事業來 不是只是一個娛樂來的 NBA今天又是開季 第一天這麼巧 整個weekly season 今天開始 Golden State Warrior 有一個打了三年 很年輕的年輕人 叫Jordan Poo 他剛剛前幾天 簽了一張1億4千萬美金的合約 為期四年 差不多每一季是多少 4千萬 3、4千萬美金一年的薪酬 是不是很誇張 3千多萬美金 就是2億多港幣一年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推動運動 就是這樣 所以不是說推 不是你有多少個場 不是你有三個點名的運動 完全沒有關係 什麼關係就是 有沒有商業的參與 參加運動可不可以 變成一個職業運動員 是可以令到 你可以很well off的 如果你想推動運動 麻煩推動一些 將運動變成職業運動 所有的家長 就會將自己的子女 可以投入去這裡 這個就是將來 如果不是我們推動所要 是沒有將來底下 你有什麼硬件 是門面的東西 就是等於 為什麼我們可以把這個施政報告 放回到日常生活 如何管理公司的地方 你公司在每一個部份 現在運動 就是香港其中一個部份 有些人負責 奧委會的主席 有很多不同的人負責 在每間公司 不同的部份 就有它不同 在這個月的focus 在今年的focus 好了 如果你想公司發展 你每個部份 都應該有個focus 你要告訴這個部份 究竟你這個發展 以及你在這個部份 工作的員工 你的事業 是怎樣可以向前發展 如果你沒有這個遠景 就算我每人給你一部 很漂亮最新的電腦 OK Apple有出新電腦 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電腦是工具來的 你給我這麼多工具 但是我沒有前途 那有什麼用 這個就叫dead end job dead end job 我就離開這個platform 去另一個platform 另外一間公司 我希望有一個更好的將來 對不對 運動是一模一樣的 就算你建幾多個牆 一百個牆 又如何 都沒有前途 我怎麼會叫我小朋友投入 是不會的 大家看到那個分別是什麼 在這裡 那個end game 最終的目標 或者最終的結果是可以怎樣 就不是只是OK 攀石滑板和籃球 and then what 你剛剛推動的時候 你看到籃球甲組有欠身 全部他說原本是幾年前開季 有二十個人可以訓練 就是因為過不了生活 全部都要有一個full time去做 所以最後只有七八個人訓練 連全場都打不到 只是每個球員在這裡 練自己個別的技巧 因為落場的時候 毫無默契可言 那怎樣推動籃球 怎樣推動運動 你看到怎樣推動你在公司裡面的一個大思想 所以各位做生意朋友 這些是一些好的借鏡 當你設立一些目標的時候 記住你的目標 是要在你的員工那裡著手的 OK 他的career 是想去到哪裡 你就要幫他思考 否則他會覺得你這份工作 只不過是一個dead end job 還有都是leap service 我在這裡都是沒有前途 他就走 這樣的platform 會吸引到一種人 但是你會pick off另外一種人 要吸引到一些不思進取的人 這間公司不講目標 沒什麼壓力 這樣你就會吸引到一些用才 你就會pick off一些人才 因為人才在每一個城市 在每一個公司裡面 他想有一個表演的機會 他想有一個進步 他想有一個將來 有一個可能性在他面前那裡 大家看到那個重要性在哪裡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leader 一定要在我們的end user 在我們的staff的角度 看回他這份工作 究竟是否幫到 硬件是不會令人贏的 你發覺贏 贏這個市場 贏其他城市 不是硬件 是軟件 軟件就是人 當你這個公司 你留不到人才 我告訴你 硬件有多厲害 硬件是由軟件使用的 軟件就是人才 你放在眼鏡裡面 沒有人用 沒有人才用 全部用才 那有什麼用呢 有些地方不斷流失很多人才 有些公司不斷流失很多人才 就是因為這個platform 已經不能表演了 很重要 所以用這個邏輯來 營運你的公司 並不是說 我致到某件事很徬徨 那你就覺得你可以是 令到有人 會在這個platform上表現 No 絕對不是這樣 看到嗎 如果用運動這裡 如果我們不把 運動是商業化 是沒有可能的事 連球都沒得到 那你怎樣是可以發達呢 那你連職業聯賽 那些球員 都還要在外面有個part time 或者full time job 那他才可以打到球 那何來運動呢 運動的精神就是 運動是一個職業 對不對 我現在在做這個職業 我現在是CEO 是職業 職業是應該 當你做得好的時候 你應該是很well off 是不是 如果我在一個職業裡面 我看不到自己可以很well off 只不過可以生存到 那為什麼我要投入呢 難道因為只是你運動很ok 令到你這個地方 感覺都很光榮 帶了光彩給你這個城市 但是我自己呢 你給了什麼給我 看不到嗎 所有東西是win-win 當一個關係win-win-win的時候 這個是不長久的關係 我看到很多地方 大家比如說 你喜歡看英超 看很多的網球 足球籃球 那些為什麼 Coby Bryant 還沒過世的時候 LeBron James 剛剛講過 Jordan Poole 23歲 Steph Curry 那些世界級的球星 Massi Renado You name it 所有的世界級的運動員 你說得出名 全部都是賺很多錢 就是因為在他那個地方 是一個很完善發展體育的機制 而他們可以turn pro 而turn pro 所回來的匯報 是天文數字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投入 這就是唯一可以令到體育可以發展到 或者是唯一你家公司可以發展到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好嗎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一集的Branja Show 好了 你對於怎樣推動一個體育 你怎樣看 或者你怎樣推動公司某一個活動 有什麼方法可以盡情令到那些員工 可以是 參與得到 是主動參與 而振奮的 你怎樣看 將你的看法 你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OK 讚好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分享出去 那還有 如果你還沒訂閱 Branja Show 這個頻道 記得 按下面的鈕 訂閱 下次見 訂閱